我今天整套呢都是Tina就卷的 而且大手第一季還有寫我愛你 好可愛 最近呢因為我們的枕頭有點扁下去了 就是我們是那種棉花海綿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就是枕頭用久之後它就會有點消下去 就是沒有那麼的蓬鬆嘛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 那我們要換新的枕頭 可是又想說 在卸下去後搬家還是搬家再一次換新的這樣子 可是呢 就真的受不了 因為就是一直睡一直睡 然後脖子就會很痛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就直接換新的吧 然後就上網做了一些關於枕頭的功課 發現枕頭真的是 蠻貴的 有品牌的枕頭 或者是它的功能好一點點的枕頭 就真的是上萬塊 我說台幣 然後最近日本很流行一個 不知道怎麼講 它就是 都是透明的枕頭 然後你也可以洗 我把圖片放在這裡 我原本很想要試試看這一顆 可是因為這一顆的價錢真是太貴 它要四萬塊五萬日幣 等於說一顆要一萬多台幣嗎 快兩萬這樣子 然後反正我就覺得太貴了 於是就上網做了很多功課 然後後來發現 其實伊德利跟 就是五銀兩瓶的枕頭 評價也蠻好的 所以我們想說 那我們就 先從大家說的便宜 然後CP值高的枕頭 先來體驗看看 所以呢我們昨天就去了 五銀兩瓶買了他們的枕頭 跟你們說的 我現在有化妝品不好碰 但我也是一樣把圖片放在這裡好了 真的很好睡 我睡到今天好像快起不來耶 太久沒有睡到那麼好睡的枕頭 它質感是那種QQ的 它會支撐到你的後頸部的地方 可是呢又不會讓你覺得太膨太高 就是你的頭是可以這樣陷下去 可是脖子又被這樣撐住 就很舒服喔 我就為了要跟你們講這枕頭 然後趕快打開相機的 我換好衣服了 我今天整套呢 都是Tina Georgian的 超可愛 這件上衣超級可愛 它是有點針織 然後手臂這邊還有摺 它是有點這樣子 蓬蓬的袖子 然後它是深VV到這邊 靈子 包圍 在鏡頭上可以看到 然後還有 格子載裙 Tina Georgian這品牌呢 它就是偏日系中 帶有點法式復古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這些小細節啊 靈子啊這些 都做得超級好看耶 這是我近期的購入品 不只購入了這樣 我還購入了一樣東西 給你們看 就是它 這是上次我在介紹我的包包的那一集裡面 然後有問大家說我的手機殼壞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推薦手機殼 然後給你們看 我現在是用犀牛盾的 我爸之前有寄犀牛盾的殼給我 就是我剛買這隻手機的手 但是因為我沒有用它 我就直接用Castify那一隻 我來先說一下這兩隻 就是我拿這個 因為這個它就是邊框殼 就是最一開始犀牛盾很強的那個邊框殼系列 但是呢我覺得它跟Castify的差別 就在於Castify是很沒有重量 可是我覺得犀牛盾的邊框殼就有點重量 我一裝上它 我就覺得手的這個拿的地方變寬 然後重量也變重 所以呢我自己用下來是 如果這個跟Castify那個比的話 我覺得這個有點太重了 我沒有很喜歡 於是我就又買了大家推薦我的 就是犀牛盾的透明殼 它直接掉出來 我在日本官網買的 它就是最新那個Clear Case 而且它是直接從台灣出廠 還超快喔 台灣出廠還超快 它打開是這樣 真的有張小卡嗎 小卡寫什麼 它寫信給我 而且有中文日文英文耶 也太貼心了吧 感謝支持犀牛盾產品購買的同時 你也參與了我們的減塑行動 就是減少塑膠的行動 為永續經營一份行李 保護您的手機與周邊配件的同時 此外殼包裝以環保 油墨印刷即可回收紙類製成 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包裝 並實踐環境友善與共同守護地球 感謝你的支持與參與 這個透明殼最有名的就是 它們是不太會變黃 所以其實對常用手機就是常摸來摸去 我覺得對我來說還蠻友善的 然後再加上跟這個防狀比起來 塑膠殼當然就是輕很多 真的輕很多 好我來試試看 還有朋友推薦我iFace iFace我身邊的日本朋友 也很多人在用iFace 然後甚至很多網美 就是也是拿iFace的牌子 我自己不喜歡iFace 是因為雖然它沒有那麼重 但是它手柄比較大 我是想要就是整個很乾淨俐落 然後放在口袋都不會有任何 手機形狀很大很明顯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放棄了iFace 真的很抱歉 日本女生最愛的就是 在透明手機殼裡面 放上自己的自拍貼 這首剛剛那個聲音 很像Netflix 裝上去囉 它就變這樣子 好像蠻不錯的耶 這是我上次跟兩個日本朋友去拍的大頭貼 而且大頭貼記還有寫我愛你 超可愛 很可愛耶 而且很輕 它好像還是比Castify再重一點點 但比起這已經好很多了 好 我要出發囉 我好像還沒跟大家講 今天的行程 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跟尼克天天東京還有好好去吃 很好的生日餐 然後我們訂了一間泰式料理在銀座 是天天東京幫我們訂的 然後呢 我是負責買禮物 所以我現在要去買好好的禮物 為什麼我拖到今天呢 我待在跟大家講 為什麼拖到今天呢 原因是因為 上禮拜我們才開始討論我們要送什麼東西 然後結果我們也原本 我想要說送他那個就是拍照的照燈 打光燈之類的 可是他們覺得他比較常去迪士尼 可是他們覺得他比較常去迪士尼 那送迪士尼的小屋應該會對他來講比較開心 因為他很喜歡迪士尼嘛 可是我們又覺得迪士尼小屋的範圍太廣 加上我們不是迪士尼部樓 就根本不知道迪士尼小屋到底要買什麼 然後再不會變成垃圾 這是要蠻有價值的吧 好然後 所以我們就決定我們買迪士尼的門票 跟一個小物送他這樣子 所以我那天呢 就去迪士尼的一個限定的商品 我是去新宿的旗艦店 好然後呢 現在我要去買票 然後因為買票呢 如果你在網路上訂 他就會有限定日期跟時間嘛 所以我們要去票券行買票 Go 天啊太陽真的是超級大耶 今天最高溫會30度 氣溫真的是超級高的 來各位就我現在來到星巴克 外面真的超熱耶 然後我剛剛去了票券行啊 票券行它網路上面寫10點開 但是我到那邊之後發現它根本就沒有開了 而且兩間都沒有開 而且兩間都沒有開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剛剛就緊急的聯絡 馮小姐就是天天東京 因為我們還是想要送他迪士尼票券 所以呢我們就買了卡片 然後上面想說寫就是票券兌換 然後送給好好 這是最最最下下策 我們等一下還會去看其他間票券行 我現在在銀座了 現在是步行天國 就是它全部都開放可以用行人走路 然後我剛剛已經找到了票券行 在銀座的票券行有開 但是呢它只能付現金 所以我剛剛又衝去了銀行領現金 然後現在才要去買票 好險銀座的有開真的是好波折喔 我原本連卡片都在星巴克寫好 然後現在突然有票 但好險有票不然就尷尬 耶開心 好再衝過去買 所以我已經買到了 買到了 我為了這張票走了好多地方喔 終於買到了太開心了喔 好熱 然後我現在要趕去吃午餐 但是午餐的話我已經遲到了 所以 好加油趕快走過去 這間泰式料理呢 在銀座的東極百貨裡面 所以我現在在搭 手服梯 喔好熱喔 喔 打給我 我剛剛問天天東京說是在東極十樓嗎 是在東極裡面嗎 然後他說對 所以我現在要去找他 好熱喔 我現在全身是還 好熱喔 冬極的電梯永遠都要等超久 啊我為什麼相機那麼黑 什麼意思 我剛剛在等那個電梯啊 可是電梯真的是太多人了 所以我就放棄電梯 然後走我手服梯 但手服梯要走到十樓 真的是有點 遠 他下面還有那個耶 Star Wars的展覽 但我沒有時間看 喔 我的妝應該都脫了吧 而且我覺得東極最最激特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辦法 一個手服梯就一直往上衝 他一定要這樣繞來繞去走來走去 跟那個IKEA的那種很像 就是一定要讓你逛 所以很煩 各位我終於 我終於進來了 我終於找到電了 而且我剛剛在門口的時候 還遇到Nik 然後我一直迷入 我在旁邊一打電話 然後問說在哪裡 他在不給我旁邊錄影耶 然後我想說哪位小姐 這客馬來還硬要進來還是怎樣 他在那邊等候 三個巨人都在拍攝之前 我好不專業喔 跟... 好廢喔 好 你是我老公帥好不好 好像一樣老公 我弟弟 他沒啊 弟弟在這裏 壽星 耶 大家唱歌 一二三 祝你成 大家幫幫好好的 然後第二個 今天可以趕快換工作 順利 順利換工作 還有一起換工作 兩個人 對 然後第三個就放在行李 放在行李 謝謝 我已經手比較深 所以我到重複一遍了 到重複一遍了 哈哈 打東東亞的感覺 對 對 哇 哇 哇 我們現在要去看金魚展 然後他的新的展示在銀座 九頭 星光戰略的新館 耶 哇 我們放出好好 我們放出好好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看完出来了 但我觉得日本桥这边有点小 不对 银座 银座这边有点小 然后天天东京说他们换了设计师 所以整个风格也有点不太一样 但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过来喔 一個人2300日圓 我們來藍民咖啡裡面喝咖啡 可以吃一碗 因為我們剛剛看金融展 原本想說會在裡面兩個小時 但是呢 沒想到我們只逛了一個小時就出來 所以我們還有 在趁一刻回去之前還有一個小時 我們來藍瓶咖啡 第一次吃藍瓶咖啡的鬆餅 它很像吃 馬鈴薯 馬鈴薯 它是鹹的 這一個是鹹的 它就是馬鈴薯耶 各位我們剛剛送完了 尼克去搭車 然後天天東京也離開之後 剩我們兩個 然後等一下要去找阿玲 阿玲 阿玲 他等一下去找阿玲 然後我要找我男朋友 然後我們剛剛兩個去Ruminet 之後就購物了 來你買什麼 我買了 AUXPARIS的護手霜 就上次雪瓶小姐在開箱 他包包裡面的這個護手霜 對照刀 有耶有耶 護手霜 那個葡萄柚的味道 是季節限定的 然後我買了香水兩瓶小的香水的set 耶 那我們也差不多要說拜拜囉 拜拜囉 下次見 拜拜 嗨各位我們現在到了 我們上次來銀座遊樂廳吃的一間 台灣的料理店 它叫做台北餃子 我們又來吃一次了 因為太好吃了 而且我們是坐同樣的位置 好 好像不是什麼重點 好 嗨各位我現在回到家裡了 然後我剛剛 跟我男朋友就在銀座會合 你們猜我們兩個要去哪裡呢 沒錯我們兩個就是 又去UNIGROW 我們就沒有買什麼UNIGROW的衣服 我買了UNIGROW的花 我超喜歡UNIGROW的花 因為他們花就是很便宜 然後 又長得很漂亮 長得很漂亮 這樣講嘛 就是他們都很健康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它都會幫你這樣包好一搓一搓的 所以 喔等一下它下面有水 我買這三個 然後 這真的超漂亮的喔 雖然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麼 其實我都不知道植物的中文叫什麼 然後跟這個 我之前離開上一間公司說 很愛跟大家聊植物的話題 因為我有一陣子不就是很 很愛植物嘛 所以我那時候就收到了超多花瓶 那麼多 但是呢我都還沒有開始用 我都現在都還 目前用了我現在 之前有在影片上出現過的一個大的花瓶 跟一個小的花瓶 所以我這次買了比較多葉子 我想要把它們 插進去 然後放在家裡 各個角落 這是三個 其實還有 還有三個 超多 大家都送了花瓶 好然後我要來用它們 可愛的他們 歡迎 來我們家 耶